烏克蘭TB-2無人機摧毀俄軍三毛舉飛彈 以及大量後勤車隊充分發揮戰術奇襲效果 TB-2無人機來自土耳其軍火商拜卡公司 曾在雙亞戰爭展露頭角 這次烏克蘭整體空憂遠不及俄軍 卻仍然能靠無人機創造局部戰術優勢 無人機因為它的投資成本相對比較低 那麼它的成軍的時間比較短 甚至在人員的訓練上面也縮短了很長的時間 那麼台灣固然有無人機 但是我們面對中共的挑釁或是威嚇 我們在無人機上面的數量也應該要大幅的提升 軍力量體遠不及對岸的台灣 無人機發展無疑是重點上幕 然而目前中科院研製的機種 除了中小型的瑞淵 以及紅雀無人機順利服役 性能更高階的騰雲攻擊機 卻始終面臨難產窘境 顯然中科院研發能量已經遇到瓶頸 其實我們有很好的ICT的背景 我們有很好的感測器的背景 我們有很好的演算法 那麼這個是在我們台灣 在整個軟實力上面 導入在無人載序上面我們的優勢 那麼充分運用到台灣其他產業的優勢 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生態系 我相信對於整個台灣的軍武發展 會有更強更快速的反應 相比有人戰機 無人機造價低廉還能減少傷亡 無疑替未來戰場輪廓 描繪出更清晰的樣貌 更是不對稱作戰的重要力氣 不對稱作戰的經典觀念就是華麗的載台 才不能殺人彈藥才能 因此像是飛彈無人機等等 小型廉價的武器就會被大量的應用 反而像是戰車戰機軍艦等等 傳統的大型軍武 重要性會逐漸降低 這也就延伸出一個極端的觀點 就是載台無用論 這種觀點 主張全面洋氣傳統軍武 改而發展小而巧的不對稱科技 以土耳其的TB-2無人機為例 量產造價僅僅50萬美元 而二軍最基本的T-4戰車 單位成本就要200萬美元 對於無人機卻幾乎沒有招價之力 難道無人機的問世 真的代表戰車世代末日來臨 這其實是一個思考盲點 首先戰車固然對空中的攻擊 無反抗之力 且容易被重點打擊 但如果沒有戰車 敵人恐怕是先打擊其他目標了 而敵人的地面部隊 也會推進的比較順利 或者說自己在反擊時 也缺乏了一個這樣強大的力量 至於有人機被無人機取代的時代 肯定還沒到來 目前無人機雖然開始導入自主化科技 但真正的決策 仍仰賴遙控戰前的飛行員 以台灣2400億海空戰力特別預算為例 有高比例投資在不對稱艦軍的飛彈系統 但傳統軍武仍有其不可取代性 面對多元威脅不可偏廢 像我們平常遇到例如說攻擊在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不一定倒台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只有戰鬥機上去才能夠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所以說可以注意到說不對稱的武器 它是針對在特定的狀況之下的一個非常好用的 會非常有效率的應對方式 但是比較傳統的大型的載胎 它比較可以處理各種需要的狀況 台灣建軍資源相對有限 很難面面俱到 因此在投資比例的權衡 更得要精打細算 TVBS新聞李偉華顧尚君 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